我姑娘在后门 这磨叽 睡多少钱了 两点多了 哈喽 你高兴弟弟上补习班了一会回来 上兴趣班了 今天我妈要做到这道美食 就是过年的时候 在我们家摊桌上必见的皮豆 过年那一道菜 反正是在我们家常见的一道菜 这个肉皮我妈提前已经铺好了 然后把上面那些肉都给弄掉了 就这个肉皮上面还有一点点油 都给弄得干干净净的 那现在还白呢 要洗到一点都不白 把油都洗掉了 油油不行了 熬不成吗 油油不行了 要加点啥呢 那天都在剪 那天我也没剪 咱们这比较剁油 里边的这个比较多人 那里边清冻人家是 它都特别没焦粉呢 对外面卖的有那样的 昨天晚上回家切的 起来我去 下不动刀 咱这都是焦原豆 谁呀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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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瞬移了 咱妈咱们做皮豆呢 又做皮豆呢 又做皮豆呢 哈 这个猪肉皮我妈剥了老多遍了 就是清晰大几 就是咱们头洗的时候 那个清水呢 不发白了 没有油了就可以了 然后看看今天来怎么剥的 都变得了 满满的焦原蛋白 咱妈这烦人每次拍视频 在后边堵的 那是每次的 那是说话的 妈还愿意你老说你堵 哈哈哈 哪些人说的 干人家 看谁都干不谁 阿不俩老马的 姓马的 干俩姓高的 行干呗 来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不发的 熬的完毋毋废气 熬老长年了 6小时 妈啥配比说一下 万一有朋友想学呢 我真的大概大概 反正就 这些皮 这些 皮是这些 水是这两些 啊 一比二 哈哈哈 我不会说 大半下这个皮 这个两个大半下的这个水 啊对 那不就是一比二吗 肉比一 水是二 嗯 再来这些 那你说像多天天 可不可以再多放一点水 可以再嫩点 啊 我觉得多天那个就行 但我说 我以为水多点就能 多天那挺梗的 但水都少 再来点 这么两些水 再来点就熬嫩一点 嗯 再来点吧 熬的就是一个老 嗯 有嚼劲吗 不是 好了吧 好了 梗嘛 昨天还要是有油 我这没有油了 谁要满脸了 谁 哎呀你啊 哈喽啊 哎你能不能等等你儿子 不能 打完球了 嗯 投了几个难呢 没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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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少偷啊 嗯 打完球打完球 看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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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都是谁呀 猪 我是大火小火啊 大火猪 来东方看看 没开锅呢 没开锅呢 但挺轻嘛 熬 熬的熬白了 熬就把这焦燃蛋白都熬出来 熬出来 这卤白菜是什么呢 这熬了多少钱了 这啥 一个辣要十的 就晾凉了就行了 这个 等我回家之前能晾凉吗 不行 得一宿 啊 得一宿能晾凉 那不凉的 把它搁到储藏间凉的 妈咱搁外头不行吗 不外头太凉了太凉了 点让它自然凉啊 自然凉了之后它就成冻子了 我们走了 拜拜 拜拜 这已经是过了好几个小时了 给大家看看那个皮洞啥样了啊 还没太凝好 是吗 那明天早上来拍了吧 那不行 我就给大家就是看一下的 我们东北的皮洞是咋做的 行吗 不行 不行 这个 那得一宿呢 让我妈给倒出来了 正常的话就是放一宿 现在就有点凝固了 但是没凝固透呢 刚才咋做的吗 没凉透 凉透后就会清澈一些 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浑作发白 用熬偶套视频 用熬偶 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要不然我这视频没法结束 明天我还得来 这意思明天不来了 东北的大皮洞制作方法 大家学废了吗 学废了 好 再见 好